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卖得不成功 在后排第三次勾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开始讲 作曲 字幕作用 李宗盛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这些东西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是对于世间法 就是功德法方面的基督性 所以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你原来的我 现在当着别人 那么他已经具足了世间上的命运 财富 一定拥有的各种地位 权势等等 世人都也极其羡慕 而我已经沦落到极其可怜的 像我们世间人的一些乞丐 屠夫 鸡女 极其下等 社会当中也是极其低层的 那种自己已经成为这样的人 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看不起那些世间的特别低劣中心的 而自己稍微有一点功德 学问 财学的时候 就自己唇捧作义 觉得非常了不起的 有这样的这种稀奇和毛病 但现在换了这个角度之后 也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是说 世间上的这些人有才华 而我就是没有的 那么没有这个才华怎么办 就是这样想 然后你又可以换一种方式 实际上这种才华也不一定是没有的 我还是想得开 所谓的才华 才华也好 功德也好 世间的这些一切学问 其实我也并不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我的话 这种财学和功德也应该是具足的 而这么具足 一切宗生都具有如来当中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佛经里面也说是 一切众生具有如来当中 什么功德之相 那么这个如来当 也是具足的 既然如来当已经具足的话 那么我也是不应该如此的伤心 不应该回心伤气 甚至自己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希望活下来 开始自暴自欺 甚至做自杀等等 这种想象绝对是不合理的 因此自己对我来讲 跟下等的人相比较起来的话 还是超过他们的 虽然比不上上海 但是这些傲慢的人 这些认为是自己 死在了不起的这些人的话 其实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傲慢而已 真正就是世间上是最崇高的一些智者 对这些人相比较起来的话 他现在还是差得很远 所以我们世间人有种说法叫做 逼上不足 逼下犹豫 对上面的人虽然是干不上的 但是对下面的人比较起来的时候 自己也是在下等 也是可以能干得上 也可以这个超越他们 其实这种这个力量呢 自己也是换一个角度 就是要关带 一切这个殊胜和一切这种功德呢 其实是关带而安立的 主持人跟 prolonged接触呢 Como working? 是不是今天一切最后 已经崇高了 我浪迫在谁 能让你一定猜悯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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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人可能这么讲 就是那么在这个世间当中呢 就是最殊胜的 最了不起的呢 就是清净戒律的 然后呢 见解也是很正确的 这种人是我们很难得的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这个戒律呢 就是因为种种因缘 已经这个失坏了 而见解的话呢 就是也是原来有正的正见 那么现在呢 就是依靠一些外道啊 或者是一些恶人啊 他们的这个因缘呢 就自己的见解呢 就是已经损失 就是见解呢 就是退失了 再加上呢 他的这个行为 灯子里面说包括的 有些行为呢 就也不如法 就是白天晚上 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行为 其实人的这个行为 还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行为不如法的时候 很多人呢 看不惯 内在有一种功德和超胜的这个境界 但是你的这个行为不如法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这个欺恃你的 就是 然后还有灯子说 包括的有些这个圣伙 就是圣伙呢 就是他每天都是过的这个 就是也邪命养活吧 就是不正当 不如法的这种手段来就是活着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是破戒了 见解也退失了 这个人呢 就是已经这个众人受其事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自己都是特别的这种 这个伤心痛苦 但是呢 如果我们自己呢 就是破戒者 或者退失见解者的一个位置呢 就反过来就是安慰自己 谁而想 而这样的这个破戒和损害这个见解呢 其实也并不是是我自己一个人啊 就是是这个不好 因为呢 我的这个烦恼啊 就是无名烦恼 五世以来的这个无名烦恼很严重 在家甚至贪心秤心呢 就是在我的相续当中就是也行为的强盛 然后呢 外面的就是各种这个复杂啊 就是混乱的这个环境啊 等等各种这个因缘具足以后呢 我现在就是坏坏见解 坏坏我的这个结尾 其实这一点我自己也是不愿意的 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 谁愿意就是自己呢 真的就是变成这个破戒指啊 变成了就是破见解者啊 就不会不像这样的 谁都会愿意 但最后的话自己也是无济欲识啊 所以呢 我们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看见就是有些人啊 就是真是那个就是破了一些戒律啊 就马上要在这个虚愿当中啊 或者是一些僧团里面就是开除 在这个时候呢 你自己就是观想就是这个破戒指 然后就是翻过来想 在这个世间当中呢 应该说是这个非常这个可怜的人 在这个时候呢 自己也在想啊 我现在这样的这个破戒指 一方面来讲是很可怜的 但另一方面呢 我也不能就是太过于的有一种这个失望 就是什么这个生活都是没有勇气 就是这一点也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并不是我 因此呢就是想 我现在这样低劣的话呢 那你看我原来的这个我 或者说是你现在这些众生的话 你们自己认为是 你自己呢 具有就是对这个一切众生大致大悲心 如果你具有大致大悲心的话呢 那么你应该有本事的话呢 就是来这个救护我啊 就是来救护我 如果你真正能救护我的话呢 那就我也这个可以 就是有这个自拔的这种能力和勇气 哪怕是在我这个生活当中呢 遇到再大的这个困惑困难 以及呢就是折磨的话 我也是这个心感情愿的面对 接受 那我对啊 那我对不对 我 我 我不会 你 糟了 我 我 明显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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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的这个 那么下面呢 但是对方你的话呢 我们因为站在对方的观点了 然后说 作为你原来的我 或者是菩萨 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 去一心一意的帮助我 一心一意的去怜悯 就是同情我 就是因为当我就是 遭到这个戒律上 就是造一种违缘 就是失坏戒律 最后呢就是苦苦挣扎 这个时候呢 你也没有来帮助我 就一直呢就是 就是不理不睬 就是把我放在那里 但我的这个见解呢 也是依靠这个种种的这个外缘 最后的话呢就是 也是这个生邪见 就是生那个特别可怕的这种邪见 而我买向那个企图的时候呢 你也就是没有就是指使我 没有这个帮助我 最后呢 让我就是直接呢 就是也是这个 孤零无助的就是滑向深渊 就堕入这个深渊的话呢 那你也是不理不睬 那这样的话 让我遇到种种这样的困难痛苦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来这个帮助我 解救我 没有这个关心我的话呢 那你怎么会是 还有这个菩萨的心肠呢 反而呢 你还用蔑视的眼光 开始侮辱我 还是呵斥我 那这种现象是合不合理 所以我们就是怎么说 就是如果别人 真的是没有来帮助我的话 那你怎么成为一个具有菩提心的人 或者是具有悲心的人呢 你这样具足功德的话 对我来讲是有什么样的用 不管是任何这个法师 一些居士的话呢 就是应该这样想 就是自己稍微有一点才华啊 就是财产啊 智慧实力等等 在那个之后呢 尽量的不要有这个傲慢心 就是不要有傲慢心 然后呢 应该理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华智仁波切和文文文波切的 有些教言当中也讲 我们人里面呢有几种人 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前世没有寄福报啊 寄生当中呢好像这个说话的 语言的能力也是没有的 张相也极其出路的 然后这个财富呢就是也很浅薄啊 这样之后呢 自然然就是有很多的人自自然然 就是对他呢就是会看不惯的 看不起的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自己心里面有一种内疚感 就觉得是啊 我在这个社会上呢 就是真的是不如死了好 就是在这样活下去的 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 社会上的很多的人呢 就是也是看不惯我 那么我自己呢 就是也是很多方面 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就是 这个生活自利啊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这种人是在 虽然就处于人当中 但是呢就是像这个恶鬼 或者地狱的众生一样 所以始终都是感受就是痛苦 感受痛苦 非常可怜 我把他来说就是 是什么的 跟这个重omen 我一样的感受就是 跟这个这种目的 每一天才能够 看得下来 没什么 我们有一结尺 呢 就让这个主次 而且我也不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其实我们站在最可怜的人的角度 一直说原来的我 原来的这个我你也非常不好 你并没有悲悯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极其愚痴 贪嗔痴烧恼也极为僧众 然后修行佛法 就是处处都是遇到违缘的 种种困难 种种这种痛苦 所折磨 残少的 这些众生的话 你就不关心 不悲悯就是这些关 不关爱这些众生 而这些众生就是极其的可怕 他们都相当于是处于一些 蒙舌度数的口里面 像蒙舌度数般的恶趣的口当中 就是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 就是很容易要被堕落下去的 而且整天的日日夜夜 有众多的痛苦和苦难 一直折磨着这些众生 但是你对这样的可怜的众生 就是毫不关心了 就是死若无毒 一点都是不理睬 看见身边的这么多可怜的众生 你看都不看 闻都不闻 不闻不闻 一天都不关心 那而自己还是在众多人面前 就是夸夸其谈 自己有如何如何的功德 如何如何的事业 扩大 一直高疼扩乱 那这样有什么有用呢 就是没有信 你身边这么多的可怜的众生 你作为一个大乘菩萨的 真正要该关心 该值得去帮助他 可是这一点你毫不关心 你一直贪自己的这种功德的话 那合不合理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间当中 看见极其可怜的这个人 然后自己换去观想的就是他 然而真的很有可能的 我们凡夫的一些位置 和凡夫的一些分别念 也是不一定的 而且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 今天我是成为国王的 明天当乞乞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因此我们人生当中的 这个荣华富贵 或者是一些高的地位 这些财富 这些都是像水泡一样 就是不是的 没有任何事业的 唯一的就是大乘菩提心的一些修法 和大乘菩提心的理念 在我们乃至甚深事实当中 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所以大家就是在有生证念当中 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每天都要这个闻思 我今天就是在 因为这个很重要 再次的这个给大家讲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每天都要这个闻思修行 就是闻思修行 然后第二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利益众生的大事 那这样的事情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否则的话 就是我们失去了大乘修行的这种资格 就是没有这种大乘修行人的这个资格 因此大家就时时刻刻应该关心这个社会 就是关心这个众生 那这样的话 自己的这个修行自然而然会增上的 有些境界的话 你没有这个特意的去求的话 就是自然就是也会这个就显现 就是自然会这个显现 所以大家在这个平时修行当中呢 应该以如此对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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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